大家好,我是燕燕,还记得我摆的淡血的叶子吗? 你看,现在还有这么多,之前本来是满满一波鸡的 就是后面送了一些朋友嘛 现在这些全部都发芽了,一直没有时间回来做叶擦 今天回来把这些淡血给她做一下叶擦 因为现在已经出芽很多了 现在我都不敢摆其他的叶子,因为天冷了嘛 我怕他们都不出芽 其实多肉的话温度越高,就是稍微要高一些的话容易出芽一些 走吧,我们今天去叶擦淡血 每次看着叶片出芽出成这个样子,真的特别的吸人 你看,其实淡血的出芽率也是相当的高 基本上是百分百的,好多,你看根都长到出来了 看,还有这旁边的纸垒 看着这些纸垒,就回想起了当时叶擦纸垒的情形 还是这样摆圈圈吧 我们轻轻地给它按在里面就可以了 不要太用力 再拿一把,免得一个一个的摆太满了 然后放在这里 挨着跟前 这个样子好摆一点点 不然的话,我的沾线拉得有点长 一个人要摆很久很久 我之前就是上次送粉丝团的那些小苗 就是好多朋友都知道 都是我立给拉的叶子 真的呀,那么多 都是我自己一片一片地摆出来的 我都佩服我自己 那个时候怎么那么多精力 雷叶擦出那么多 还一片一片地给它摆上的 还不是说随手就撒在一个盘里面的 当然有的品种可能就是像那个鸡丘粒啊 就是撒在里面的 因为那个太好长了 那个太小了,没办法一个一个地弄 这样速度就要快很多 是不是 这个牙你看嘛,有的都反着方向的 看着紫乐 我就在想象 以后淡雪出牙以后的样子 就是出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等到后面我又是一片淡雪 好了,终于摆好了 刚刚好摆了一盘 希望以后,看像紫乐一样 这样满满的一盘 长出来就会漂亮很多 多了之后太神奇了 我每次做叶擦的时候都会不由的感叹